文德國小的校長帶著所有的同學一起來彰化海邊的這塊實地 然後一起參加一個體驗活動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們這種海岸實地 它其實孕育很多像文革、魚苗這種所謂的漁業的這種神場 那所以讓小朋友有機會來看看他們平常吃到的這些食物 其實在自然環境裡面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一個活動 泡的話魚就會往下游 往下游的話魚有沒有機會從旁邊端出去 魚的話他會很想要從旁邊端出去 所以這邊有一個牽錘 讓它可以相對比較快速的往下沉 但是如果魚要往旁邊端的話會不會容易跑走 所以這網子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有沒有看到說這邊平平的下來之後 這邊突然突然有一個大迴旋 這個像不像一個帶子 這有一個網帶 如果魚的話從這邊游游游到這邊 所以想說我要鑽出去 鑽出去的話 不小心鑽到這個地方 他是不是就被困住了 然後就在這邊掙扎 所以如果有抓到的魚的話 有一些就容易卡在這裡 有一些就容易卡在這裡 但是要丟的話是直接丟下去嗎 還是要有前後順序的丟下去 要有前後順序的丟下去 等一下都不行 等一下都不行 等一下誰要過去 可以給我 不要奇怪 不要喜歡 然後就大概抓它網子多久會沉到地步 然後沉下去的時候的話 我們再慢慢把它拉起來 要上來的時候這邊就不要讚人了 好,我們去老師的後面,我們去老師的後面 你們有沒有老師的? 我還不知道耶 我都寫的時候,有一點喔 來,後退,後退,多水喔 去的,又要去的 後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